最後我想講一講 之前好像有人在《無雙》 post過的 為什麼不講? GJ部 其實GJ部是... GJ部是什麼? Good Job部 整套12集來說是沒有劇情的 其實是一些小品色的 它又不去四格 其實是延伸 其實是文副版 其實講他整個部 以四肢公經野這個男主角 一個較為紳士的形態 但他可以突然變成一個 有少許喜歡性的 突然變成一個超強男子漢的形態 突然會變身 玩笑還是實際 有時實際是玩 會長曾央玩的角色 裡面其實有幾家人 雖然會長曾央 她的姐姐 Megumi 阿偉 另外還有一個子音 天才兒童子音 還有一個像貓的Kelala 基本上 這幾個人都照顧了 GJ部 日常生物 一個沒有工作的學部 還有一個中學部 GJ部的中學部 最後就是 男主角 京爺的妹妹 Kelala的妹妹 還有會長曾央的妹妹 來組成 可能會不會升上去 其實都是講學部內的故事 基本上是 我想一下 好像十二集來講 除了有一集半集之外 其實十幾天的背景 全部都在學部內 好像沒有出過街 好省錢 之前的黃色學生會 網生學生會 網生學生會 他們全部都在學校裏 那網生學生會比較好 網生學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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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又不是沒得笑 這套又不是沒得笑的 總之呢 她的東西是全部不辣不辣的 你可以以一個 你如果喜歡一個角色 看其中的故事 套租一下 例如會長突然扮一條小三小妹妹 扮要吃兒童餐 如果你喜歡那種無聊劇情 可以選出的 或者那個男主角很喜歡 因為那個會長的家裡是有女僕 他很喜歡看著女僕 就叫他轉圈 那條圖裙在那邊轉圈 他怕被一群會長踢他的臀部 他這些劇情就是套租劇情 還有圍著男主過來轉圈 那當然 他最後一集就說了其中兩個不早業 阿奇拉娜不早業 還有會長不早業 然後 就有些少少溫馨劇情 但是不觸碰的 因為其實 最慘的是十幾集都沒有一個很連貫的劇情 沒有一個很系統化的劇情 所以 我想這些小品很難有一個連貫劇情 他想的 因為他想 可能那幾個學妹上回去 因為現在變成男主角做會長 可能又有些延續性 即是耳櫃 又想玩 然後還有一件事 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說真的 如果大家有看的 最奇怪的是 可能他們在裡面 都可以在學生 在會室裡 可以大家穿著泳衣 在當沙灘玩 沒有機會出外 在會室裡面做泳衣 很簡單 所以大家 即是看看剛剛的劇情 只是看看算得出 幸好沒有說 玩很多漫畫的劇情 如果玩很多就很麻煩 但如果不玩會不會覺得很悶 你看一下 狀屬性 因為屬性不同 每一個他就玩屬性的劇情 玩角色 他玩的都不悶 但是你說 是不是很好看 見人見智 但是你說 不帶腦子入場看 笑一下也可以 那肯定好過那時候 那些什麼 Q Me Baby 那類的 那些肯定好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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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那些肯定好過他 那些肯定好過他 那些肯定好過他 至少那些肯定好過他 都沒有什麼交秘的說明 我只是說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去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